已经过去都是以这个农艺座为主 它曾经是稻座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米仓 到现在稻座面积已经非常的少 等一下我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 过去如果我们从屏东要到恒春 那么在台县公路的两旁 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稻点 但是你现在如果从屏东走这个平河公路 你所看到的 我看很少被发现水稻 取而代之的是 槟榔、年屋以及芒果这一类的作物 所以这个改变这五十年相当的大 那么今后不见 高平地区位于台湾的西南关 那么夏季高温多湿 冬季温暖干燥 而且地下水的资源非常丰富 是台湾优良的农业生产地区 那么由这个简单的一句话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实高平地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产季节 这人认为应该是在这个秋冬季 那么已经早晨这一段时间 大概从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四开始 那个雨季就结束 然后一直到没雨季节来雨之前 那这段时间 高平地区的气候条件是非常适合于农兽的生产 那么也就是说 高平地区有非其他地区的一个主要的地方 那头目线位于台湾嘉义的西方 那么距离嘉义市布袋 嘉义布袋大概有96公里 那么是由许多小岛的首属城 它的土壤非常的平均 那么水域支援比较缺滑 而且它每年从十月起到第二年的三月 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常常有风害跟严害的问题发生 那么这些也是限制 分文地区農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我首先来报告一下高平地区里面 就是我们高雄厂的夏区里面的一些基本的资料 那么三个县 就是高雄厂、北孔厂跟澎湖县的总面积 大概有56万9千多公选 那么其中的那个平原地 是大约是17万公选 山坡地是有15万公选 那么高山地是有24万6千多公选 那么以面积来讲 高雄县的面积最大 它有27万9千多公选 平东县是27万7千多公选 那么澎湖县面积比较小 只有12万2千多公选 那么在可耕地的面积方面 那么以平东县所占的面积最大 有76万6千多公选 其次是高雄县 五万1千多公选 澎湖县只有5千多公选 那么合计有13万3千多公选 那么可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高雄县大概占19% 那么平东县是占28% 那澎湖县是占44% 所以是以澎湖县的可耕地面积 百分比数最高 那么可是它的土壤方面是比较平均 所以在农与方面的深 可耕地面积 手上的比例是比较高 实际上农业不是想象中那么发达 那么这个表 来介绍一下高雄区的农业人口 那么高雄区的农业人口 总共有五十五万九千多人 那么其中以农业县最多有二十九万六千多人 高雄县是第二位是有二十五万 那么农业县有一万两千多人 那么更地面积里面 我们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水田 一个是汉田 高雄县的水田面积 有两万两千多公顷 屏东县三万三千多公顷 那么澎湖县是没有水田的面积 那么汉田方面 高雄县的两万九千公顷 屏东县是有四万三千多公顷 那么澎湖县 所有可耕地面积都属于汉田 所以五千多公顷 那我们根据这些基本的资料 我们来换算每公顷的农业人口数 那么这里面的高雄县最高有4.84人 屏东县的其次是3.87人 峰湖县是2.19人 那有这个事据里面 可以显现出高雄县 就是每公顷 所以要维持的农业人口数是比较高 那么近几年来高雄县 大概都是往这个果树方面 是在发展 那么农业社会方面 就越来大概面积越少 那么现在我们报告这个 高雄区主要容易作物的生产的演变 那么在光物出局 高雄区的农业生产 以容易作物为主 包括像水稻 甘薯 大豆 落花生 以及烟草等等 收获的面积总共有20万公顷 其中倒壮面积就占了 有12万多公顷 那目前呢 这个农业社会的总面积只有 3万6千多公顷 所以它减少的幅度高达82% 那么其中 倒壮面积 是占来 一半以上 是占来 1万9千多公顷 那以下我就是用每个作物别 来向大家报告它的变化的情形 那么这个是 常光物以后 高屏地区到时候 增产了一个趋势值 从民国35年开始 那我们可以 可以 表写到 它的 这个 栽培的面积 大卫面积产量 以及它的总产量的 变化的情形 那么 下一培面积 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后啊 因为很多水利车司 遭受到破坏 水培面积 只有 6万多公顷 那么 在短期之内 再到 民国40年左右 它的面积已经将近 12万公顷 然后 这个 从40年 到65年 这段时间 面积都是维持在12万公顷左右 那么从65年开始 那这个道座面积也就是 开始奇数的下降 从这边一直 想象到现在目前 只剩下 一万九千多公顷 那么 高频第七的 这个 道座在早期来讲 因为 第一期做的 收获期 比其他限制要来得早 那么早期 所以 稻米的 产销 在外销方面的 是非常的顺畅 所以 啊 常常有所谓的 清亡不绝的 一种现象发生 那 到 第一期做收获之前 那么 常常 就是 会造成缺良的一种现象 那么 高频第七 比较早 所以 常常 可以解决一些粮食不足的问题 他一生产 那么 政府单位 就觉得 那这个粮食方面 已经 不再有问题 因为已经开始 第一期做生产 所以 所以 这个在早期方面来讲 高频第七 的造作 是 很重要的 一个意味 那 我们再看看 那个单位年纪产量方面 那么 那么 从 这个 早期的 一顿多 然后一直 增加到目前 那个 四顿多 那这个产量 我们来计算 那目前 如果我们用 造股 来 来计算的话 那么 平均产量大概 超过 六 六顿 那么 所以 在单位年纪产量方面 那 目前 还是维持在 高水 久 虽然 在平面积已经 往下掉 那么 接下来我们看 甘蔗的 变化的情形 那么 甘蔗 大家知道 甘蔗是 早期 我们台湾 这个 主要的外销 产品 其实这堂是一个主要的外销 产品之一 那么 跟 稻米 一起在 呃 光顾后的 呃 几年内啊 就是对 甘蔗外费方面啊 呃 有很大的一个奉献 那么 这种面积 在 三十五年的时候 是 六千公顷 然后面积 一直这样增加上来 到 六十五年左右 是 两万五千多风险 然后 从 从这个 六零年代 到七零年代 开始 然后这个 面积就开始 往下降 这是一个 国际堂下的低迷 那所以这个 呃 这种 甘蔗的 利益 也就是 减少 那么 与其他的 竞争作物的关系 所以甘蔗面积 也一直在往下掉 那么 这种面积 第一 我们可以 大概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 台塘的自营农场 另外一部分是属于 那 呃 一般农民的企业农处 那 目前呢 目前 这个 八千多公顷 大概都是属于 这个 呃 台塘的自营农场 那民间 冲参测的 已经非常非常的少 那 下面我们再看看 烟草 烟草的 这个 变化的形形 那 烟草的 主要栽培地区 是包括 呃 高手县的 美农 那 平洞县的 呃 里港 九屋 万丹 这几个 乡镇的面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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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 烟草 的生产 跟销售 是由 台湾工夫以后 是由 台湾省烟酒购卖局 来负责 它是采集的计划生产 所以它的产销是 非常的 稳定 可是 台 台湾 高品地区的 汽油环境并不适合于 高品质烟草的生产 所以 从这个民国 六十五年以后啊 那么 于工所得提高 那么 消费者对 啊 这个香烟的品质要求 也提高 那么 所以 啊 国厂的 这个 烟业啊 的需求 往下降 所以 高品地区的 啊 烟草的这个 种子面积也 往下掉 那么 游泳民国 六十五年的 三 三千八百多公顷 降到 九十年的 一千五百多公顷 那 我想 找到未来 这个面积啊 可能 还会进一步的 往下 调整 那么 接下来 这个 这个 图呢 是在 这个 这个图好像错了 这个是烟草方面的 这个图好像错了 刚才有一张那个干属的 大概是弄错了 他从那个那个 烟草的那个图 这个图是大豆的生产变化的形状 大豆的生产跟饲料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 早期我们养猪事业 都是靠国产的甘薯以及大豆 来生产供应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从过35年开始 然后这个面积就是急速的增加 那么这个跟干水相类似 这个面积都在早期都是急速的增加 那么大豆在早期除了供应食用油之外 那只要就是作为加勤加蓄的 支务性蛋白食能力的来源 那么从60年代开始 那我们就是开放所谓的大宗物质进口 那开放大宗物质进口之后呢 它的面积因为我们国内生产的大豆 单位面积产量非常的低 你看这里一顿不到 到一顿五十五年才一顿三 那这个60年是一顿五 那目前是还不到两顿一顿九 那么因为这个面积天低 所以它的收益農民的收益比较低 所以农民这个栽培大豆的意愿就不高 所以它的栽培面积从三万多公顷 一直降降到现在 只剩下 美国九十年只剩下不到一百公顷 所以这 目前大豆的生产只有一顺的栽培 在展望未来 我是觉得这个大豆的生产 如果我们能够改为有机大豆的生产的话 可能还可以有一线的生机 那所以我们整个栽培的制度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调整 那下面是谈到落花生 那落花生 你看这个早期的情侣都是一样 这个面积都增加 那么 那么 那落花生当然主要就是 就是作为一人有料作物 那么 这个大宗牧师开放进口以后 当然 我们目前这十六米是要 就是转变了黄豆银 那么这样都对落花生的需求 就是 啊 大幅度的减少 那么 那么 在民国三十五年到四十七年之间 这个是快适发展期 那么是七年以后 民国四十七年以后 落花生的栽培面积的逐年下降 那目前只有 运行的栽培天 那么 墓墓盘 那么 原来是澎湖县的重要的农易作物 那么 厌区都是维持 在三千公顷左右 那么三千公顷表示 澎湖五千多公顷的面积里面 有一半以上是栽培若花生 所以若花生对澎湖县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那澎湖县除了若花生之外 干石也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几年来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松绑 那走私是坡目前面积只剩下165公项 这是若花生的情形 那接下来报告红豆的这个产业的演变 那早期这个红豆的栽培 只有在山地做小面积的栽培 那后来我们从日本引进一些品种 来台湾示众 那么在民国五十年代 利用二旗水道后的丘宇座来 示众成功之后 那么面积才快速的从两千多公顷 然后就是快速的增加到一万公顷左右 那么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竞争力的衰退 那么那目前红豆的栽培造一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纪玛的危害 那纪玛的危害 一般的农民感觉他的房子非常的困难 所以他的这个上位面积产量 你看这个都不容易上升 最近还有往下掉的一个情景 这需要就是受到那个纪玛危害的这个影响 那么也受到了其他竞争作物的竞争 所以目前这个面积掉到三千多公顷 那么接下来报告这个茅豆这个产业的变化的行程 茅豆是比较晚起步的一个作物 那早期我们国内市场的茅豆生产 其实都是利用大部分的品种 那提早采收用这样的方式来供应这个茅豆 那么在民国58年左右 那我们开始从日本引进一些茅豆的品种来示众 所以到民国七十年代 茅豆的这个面积的增加是非常的快 是从七十二年的四千多公顷增加 到七十七年、七十八年这个九千多公顷 那么然后它的面积就开始往下降 那主要的往下降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发现就目前啊 整个台湾地区茅豆的面积 还是维持在八千到九千公顷左右 那高级地区的面积减少 那是由于这个茅豆这个产区啊 有一点点益 那目前呢是在台南地区 以及到台中地区都有茅豆的生产 那目前张华地区的茅豆生产量也是相当的大 那么这个有点就是北宜的现象啊 那么茅豆这个产业当然目前来讲 冷冻、茅豆、外销还是在整个冷冻、食品、外销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那么高屏地区这边呢 如果要让这个产业恢复原来的生气的话 那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可以往那个扣大经营 面积的这个方式来走 那目前已经有一部分的扣农 开始支用 去支用台塘的土地 然后做大面积的经营 那有的比如说租了100公顷、200公顷 那用大型机械这样来操作 那么这里 我个人觉得这里也是一条比较可行的一个道路 那如果我们扩大经营规模的这个经营方式 能够成功的话 那可能将来像这个茅豆生产地区的北移 或者外移 或者外移就是移到中国大陆 或者泰国、越南等地区去生产 那这个现象的话 也许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么它的产业的增生率应该是会提升 那接下来我报告这个 高雄区农业收入产业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里面我列了五点 第一个是产业结构调整 那这个在很多文献里面 这个是老生常常常常的一个问题 但是问题很多农民会问 那要调整我们要转型 很多农民就问那有什么作物我们可以转座的 那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说这个既然土地利用型的农义作物 需要转型的话 那我们要转哪些东西 那第一个选择当然是那个园义作物 那园义作物方面啊 那像花贵、像果树方面啊 大家也觉得是已经面临到市场饱和的一个问题 所以要选择什么作物去转型 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面临到进口农产品竞争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加入市贸主席之后 那么市场开放 那会面临到进口农产品的竞争 那第三个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消费者的需求去向多元化、高级化 所以我们未来在产业发展方面 我们必须要具备有这些功能 要去向多元化、高级化 那第一次是小农质的经营绩效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这个小农质的过去用一般的人力来经营 不会觉得怎么样困难 可是你如果要用大型机器来经营的话 那会遇到一些瓶颈 就是田区太小、风缩效率太低的这些问题 那第五个问题我们要面临到 我们目前的农质生产量兼顾到生态平衡的一些问题 那有关这个农业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这边积来六点的那个策略 那么我公姐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发展这个优质的农质产品 刚刚我谈到过这个消费者的需求 趋向于这个高级化跟多样化 所以我们必须要往这方面来努力 那像到处方面啊 那高雄厂目前已经预成一个高雄域965号 那这个稻米品种的品质非常的好 那么将来应该有些竞争力 那毛豆方面呢 那么我们一直往这个高品质的这个方向再努力 那目前推广的品种品质相当不错 那将来应该有些竞争力 那红豆方面也是一样 我们目前希望如果从抗虫性 从弱性加成熟取抑制的这个品种 那扩大经营规模方面 我刚刚已经报告过像毛豆啊 那支用台湾的主题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经营呢 这个是可以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么第三点就是开发健康食品 那么近年来已经有一来一多的研究报告 或者说大豆安有多种抗氧化物 那么例如那个益黄酮类的 或者维生素衣啊 或者收敏啊 或者发生素等等 那么其中像益黄酮类的 因此它具有一个看来的效果 那如果我们利用那个大豆花芽 或者那个焦浸泡箱的方式 来转变它的成分的话 那应该可以开发一些新的一些健康食品 那么这个部分呢 就值得大家的重视 那第四个就是开发具有 所有的市场竞争力的产业 那这边我是提出两点 一个是重疗 一个是生物技术 我想目前这个也都是很热门的一个题目 那我们未来农业周五的这个产销 我们要把它要做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思维 我们要把那个我们的市场 不再极限于台湾地区 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发展的一个原因 那另外是加强农业合作 国际农业合作 那么过去我们无论是农针队也好 或者农业技术团也好 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 那但是过去我们比较少提到 利用这个国际合作来增加这个商机 以及的经济利益 那今后呢 我们可以透过国际合作 然后希望借着国际合作来带来一些商机 跟经济利益 那么最后一点是 我们必须要建立什么样的 人寿支度 那么这边我简单提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如果 我利用比如说第一级做我们种稻 然后第二级做我们修根种利益 然后修理做种兜类 用这样的一个经理模式 我想对产业的发展也好 对这个修成所谓的勇气农业 应该有一些帮助 那我简单就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